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去了半个月 他又已经两次迷失在深山老林中 好在村长发动全村人进山援救 他才幸免于难 最可气的是 半个月来 他连一只野兔都没有打到 随后他去做了耕夫 但他总是记错时间 后来实在没有了办法 村里人给他支招 让他早上在家里做好包子 白天再拿出去卖 可他算账不准 为人又好欺负 不是找错钱了 就是被乞丐偷光包子 最后 他娘只好托人为他打造一只铁钵 让他白天到城里要饭 晚上回家睡觉 他娘亲心想 要饭总不能出没额子吧 可是 就在他要饭的第三天 他的铁钵不见了 这天一大早 楚玄丰趁着娘亲还没有起床 便早早出门 他不想被娘亲知道 他弄丢了铁钵 来到县城 楚玄丰挑来挑去 发现吴府的围墙又高又宽阔 便于遮风浪雨 就在围墙下挑了快干爽地方躺下 吴府的大门缓缓打开 一个丫鬟端着一盆脏水走了出来 他发现了脏兮兮的楚玄丰 朝他走去 一盆水罩着他的脑袋泼了过去 嘴上还骂道 男友乞丐大清早出来要饭的 滚一边去 楚玄丰来气了 说道 愿墙往里才是吴府 墙外是公家地方 我坐在外面乞讨 与你何关 说完他跳了起来 将自己身上的脏水 往那丫鬟的身上蹭 丫鬟说到底是个弱女子 哪里斗得过一个大男人 他被楚玄丰一把拉住 被他蹭了一身的脏水 急得大哭起来 楚玄丰可没有怜香惜玉的心 他从小到大就没有受过女子的恩惠 有的只是白眼语看不起 他心想 我又不是天天被你们笑脸相迎的富家少爷 怎么可能放过你 动静越闹越大 屋子里传来一阵同龄般的声音 小翠 怎么去倒个水半天不回来 叫小翠的丫鬟只顾着挣脱楚玄丰 根本没有听见主人的呼唤 一个富家小姐 从吴府的大门走了出来 她柳眉凤幕 肤白肉嫩 明眸红唇 身姿恶魔 简直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大美人 当那女子看到楚玄丰时 嘖嘖称奇 自顾自地说道 天下间竟有如此好的胚子 难得 难得 楚玄丰自知相貌其丑 错听为 富家小姐在说自己是痞子 她别过脸去 不与她对视 而抓住丫鬟小翠的手 却没有松开 奇怪的是 那富家小姐并没有 让她放开丫鬟小翠 只是笑盈盈地盯着她 再普通的人 被旁人目不转睛地盯着 也会不自在 楚玄丰只得放开小翠 转身离去 才没走几步 楚玄丰发现 身后那富家小姐正拉着小翠紧紧地跟着她 她动 后面两名女子也跟着动 她停 两名女子也停下来 不管她去到哪里 富家小姐和丫鬟小翠就跟到哪里 但他们不上来搭话 只是一直在后面盯着她 楚玄丰生气了 她拐进一条小巷 等尾随着两名女子靠近 她一下子跳了出来 与两人撞了个正着 两名女子笑而不语 绕过她 往前走了十多步 然后又回头盯着她 妈呀 见鬼了 楚玄丰见他们阴魂不散地跟着 拔腿就跑 那富家小姐就拉着丫鬟小翠也跟着她跑 三人就这样 一前一后地跑着 不知道过了多久 几天没吃过饱饭的楚玄丰跑不动了 停下来大口喘气 后面的两名女子却游刃有余 还笑着对她指指点点 楚玄丰想起一间恐怖的破庙 里面全是断头的佛像 珠网密布 许久没有人踏足 十分阴森 她觉得两名女子肯定不敢进去 于是便快步走向破庙 果然 富家小姐拉着丫鬟小翠 在破庙门口来回夺步半天 就是不敢进去 楚玄丰整理好一块地面 用杂草堆成睡垫 躺了下来 她心想 我就在这里睡一觉 看你们还跟不跟 她在破庙里睡了一天一夜 直到她恶醒 她伸了个懒腰 睡眼惺忪地走出破庙 小姐 她出来了 丫鬟小翠兴奋地说道 富家小姐看到楚玄丰 两眼放光 立刻凑了过去 楚玄丰越过他们 继续往前走 富家小姐则是拉着丫鬟小翠 一路跟随 又足足跟了一天 楚玄丰再也忍不住了 她走到富家小姐面前 问道 你们到底什么意思 跟了我两天两夜 有话又不说 只是远远地盯着我看是什么意思 富家小姐对她行了个半身礼 说道 公子 小女子名叫吴慈 是无缘外的独女 自小其得方数 见您的容貌出众 实在忍不住窥视 还望公子见谅 楚玄丰无语了 从小到大 她不知道被多少人骂过长得丑 这有钱小姐是得了失心疯吧 但见人家如此礼貌回应 楚玄丰也不好说什么 只好自顾自地走向街市 在路过一处荒废屋子时 无死与丫鬟小翠看准时机 将楚玄丰一把推了进去 楚玄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凌乱地站在破败的房子里 无死一把将她推倒 再看小翠 她早已经跑出门外 并关上了那扇千疮百孔的破门 楚玄丰反应过来 问道 无死小姐 这可是别人家里 你要做什么 这是我娘亲的老家 不过他们全都死了 所以这也是我产业 只是最近我没有钱休憩 才落了如此破败的下场 这里是你家 那我得赶紧走 免得被你们告到衙门 无死解开了自己的上衣 说道 公子不如跟我玩玩 这可吓坏了楚玄丰 当今世上竟有如此不正经的女子 在外面跟个乞丐两天两夜 只为跟她玩玩 但她看着着装清凉的无辞 被她恶魔的身姿吸引住 也顾不得思考她的为人如何 可尴尬的是 她从来就没有看过女人的身体 也不知男女知识该如何操作 她只好脱去衣服 默默地躺在原地不动 无辞见状 有些无奈 她凑到她脸旁开始啃她 手把手地教她怎么做 两人缠绵了许久才成事 楚玄丰问道 像你这样的富家小姐 怎么会看上一个百无一用的乞丐 百无一用 极为大用 人来到世上 都带着自己的使命 表面看 你做什么事情都不行 但只要发掘出你的潜能 你做什么都会很出色 只要你肯将脸面放下 我都出来要饭了 哪来的脸面 那你的意思是肯放下脸面了 早就放下了 无辞输了一口气 说道 那公子请跟我回乌府 我家中父母早亡 偌大的家业 已经被庞系亲戚占得七七八八 希望你可以帮我主持公道 楚玄丰见无辞竟有求于自己 虽然他知道自己无能 但还是问了出来 要怎么做 你就直说 但我保证做不好 无辞孝道 你会做得很好的 楚玄丰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入赘了无家 无辞有个奇怪的规矩 就是不能照镜子 据他所说 他从小就有一种怪病 郎中诊断 他活不过十岁 后来他爹爹打听到 修炼一种方术可以为无辞严守 于是花仲金请来许多江湖术士陪他修炼 无辞也如愿地平安长大 但此门方术 照镜子是大忌 会使无辞破功 无辞为了自己的安全 要求楚玄丰一同修炼方术 让他跟自己一样不能再照镜子 往后的一个月 楚玄丰只要一看到镜子 小翠便会灌他喝下酸臭汤 直至楚玄丰只要在余光中发现镜子 便会呕吐为止 楚玄丰并没有想那么多 自己本来就是个无用之人 在入赘无辅后 衣食无忧 放弃照镜子 对一个男人来说也不算什么大事 在楚玄丰再也看不得镜子时 无辞教会了他走姿 礼仪 接下来 就带着他去见自己的各个亲戚 首先找的是开米铺的表哥陈子龙 他霸占了吴家的米铺 嘴上说着世代为经营 但数年来 他却一分钱都没有上交给吴慈 总是说米铺亏损 楚玄丰换上了吴慈指定的黑色斗篷 叮嘱他在见到表哥时 切不可以解开斗篷 不能让外人看见他的模样 来到陈氏米铺后 吴慈自己先上前 与表哥陈子龙理论 陈子龙不屑地看着吴慈 笑道表妹啊 现在是真的亏钱 一分钱都没有赚到 我们家还每个月赔几十两银子进去呢 不信我给你看账本 无辞无奈地看着假账本 上面竟写着自己还道歉了几百两白银 他历声问道 生意亏损 你还每天起早贪黑地干了五六年 陈子龙说道 这不是你爹爹毕生的心血吗 亏损也不能让他倒闭啊 对了表妹 我前些日子找酸命的算过 我要娶一个像你这样生辰八字的女子 才能时来运转 要不你赶那小子出门 改嫁给我 吴慈听了冷汗直冒 因为这个表哥比他足足大了二十岁 跟自己死去的爹爹年龄相仿 他一字一顿地说道 表哥 是你逼我的 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要不要将米铺还回来 陈子龙提高音量说道 你爹死前跟我打麻将 输了我八千两银子 这米铺本来就是给我经营二十年底债的 难道你忘记了 我爹爹走了 开不了口 你就可以胡乱说吗 玄丰 你过来 楚玄丰还不走来 还没等他开口 陈子龙便被吓得目瞪口呆 他立即低下头 避免与楚玄丰对视 他对吴慈说道 表妹 我说笑的 你爹爹怎么会欠我钱呢 接着陈子龙将米铺所有的献银收集出来 交给了吴慈 并当场写了一张新招牌 吴氏米铺 用来替换了原来的陈氏米铺 最后承诺以后每月定时供给租银 吴慈带着楚玄丰满意的离开 楚玄丰好奇怪 问吴慈 我可是一句话都没有说啊 他怎么就乖乖的给钱了 吴慈回答道 你还用得着说话 全写在脸上了 切记在外人面前不可以撩起斗篷 否则我们的方数会失效 楚玄丰点了点头 他摸了下自己的脸 感觉有些生硬 但并没有感觉到不是 第二天 两人又来到管理水产的叔父家里 二叔吴思华一看是吴慈走来 远远的白手示意他离开 吴慈并没有理会 走过去跟他说 要把经营权还回来 吴思华理都不理他 他心想 一个独苗姑女 有什么能耐重新接管吴氏的产业 吴慈再次叫来楚玄丰 吴思华看到他的第一眼 就双腿瘫软一下子坐到地上 过了好一会儿 他才缓过来 他转身朝后方的家眷大喊 你们不要出来 快快关上大门 然后他爬到吴慈面前认错 还掏出了吴家的传家宝 蓝玉皮修 呈给吴慈 最后他让仆人给吴慈府上送去一万两银子 并承诺每个月都会按收入的六成功绩 第三天 吴慈带着楚玄丰来到了舅舅家里 舅舅尹书雪倒是好说话一些 但也是同一套说辞 他说 不方的生意这两年极其难做 虽然不至于亏损 但也只赚了百十两银子 自己算是免费帮吴福打工 说完 他还拿出二十两银子 交给丫鬟小翠 二十两 你打发要饭的呢 不远处的楚玄丰听闻 不等吴慈叫他就自己跑了过来 扯下了斗篷 尹书雪见了楚玄丰 嘴巴张成一个大大的鹅蛋状 他被吓得面色铁青 不敢再言语 他让账房拿出全部献银 交给了吴慈 楚玄丰再也忍不住了 他问吴慈 为什么他们都那么怕我 相见鬼了一样 吴慈用手捂着他的嘴巴 说道 不许你这样说 你要么是人 要么是神仙 才不会是鬼呢 楚玄丰被吴慈的甜言蜜语 哄骗了过去 不再询问此事 吴家重返辉煌 吴慈忙于打理家业 冷落了楚玄丰 他为他难了三门小妾 带自己事情 三个小妾刚开始 都非常害怕楚玄丰 不敢与他对视 平时事情都是机械式的完成任务 完事后把头侧向另一边睡觉 楚玄丰只觉得自己有用不尽的力气 每天都精力充沛的 虽然有三个美人相伴 但他还是忘不了与吴慈一起缠绵的日子 现在他的身边多了许多壮丁和婢女 半步不离的时候他 与其说是时候 不如说是监视和控制 只要楚玄丰想出门 家中婢女就会轻力阻止 说他风头正盛 得罪了卢州城位高权重的几人 出去随时会有生命威胁 楚玄丰就像一只宠物一样 被圈养着吴府的后院 出不了门 他整日抑郁寡欢 一天 吴慈让下人告知楚玄丰 自己去了杭州谈生意 可他根本就不相信 半年来 吴慈已经多次使用各种各样的借口 不见他了 夜里 楚玄丰故意与三名小妾一同瘫荒 事后洋装疲惫入睡 在骗过小妾后 他越过三名胃坏了的小妾下了床 换上夜行衣 偷偷地前往吴慈的房间 紫叶 吴慈的房间竟然亮着灯 他戳穿窗户纸 往里看 只见他正在和一个白面书生思混 楚玄丰气不打一处来 原来这就是他半年不肯见自己的原因 谎称外出谈生意 竟然是在家里偷男人 他一脚踹开房门 正准备破口大骂 可里面的场景让他瞬间傻眼 吴慈正坐在床前笑盈盈地看着他 好像知道他会过来一样 房间里哪来的白面书生 楚玄丰立声质问 方才的白面书生去哪了 吴慈也不生气 他搂住他的脖子 问道 那白面书生长什么样 朗木书眉 扎高头便 那你摸一下自己的脸面和发际 楚玄丰疑惑地摸了摸头顶 自己竟也扎了一个高头便 莫慈解释道 你看到的人其实就是你自己 你日日与人寻欢 许久没有练习方术 容易看到幻象 说完莫慈便钻到了楚玄丰的怀里求欢 可他刚刚宠幸过三名小妾 已是精疲力尽 只得含恨正拖他离去 往后的日子 每隔一段时间 吴慈便会到后院找楚玄丰寻欢 有了雨水之欢 楚玄丰打消了所有的疑虑 时光荏苒 转眼过去了三年 吴慈和三个小妾陆续生下六个孩子 每个孩子都是清新脱俗 容色照人如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般 俗话说 一亩生九子 各个不同样 可全部孩子长一个样 这很是奇怪 他再次质问吴慈 吴慈委屈地哭道 你是不是傻 我要是偷人 怎么生出的孩子 和几个小妾的娃一模一样 他们可是从来没有出过后院 天天与你同请共眠 一下子就把楚玄丰说服了 随着小孩长大 又有奇怪的事发生 这些孩子总是认不出楚玄丰 记得当天已经告诉他们 自己是爹爹 等到了第二天 他们又会认不出来自己 他断定小孩有问题 于是筹备良久 终于在一天夜里 他将所有的家丁闭女用泥烟咬晕 然后抱着最大的孩子出门找郎中 郎中质疑楚玄丰对视了一眼 便被过身去 对他说道 我真的没有办法为您看病 吴泰山上有个紫薇道长 是个得道高人 兴许他能帮助你 楚玄丰早已经习惯 旁人见他就会害怕的场面 也不责怪郎中 他雇了一辆马车朝吴泰山出发 紫薇道长见了他 目光从容 谈吐得体 这道有些令楚玄丰不习惯 他将小孩每隔一天便会不认识自己的事 告诉了道长 道长笑了笑 问道 您是何方大士 所修何术 我是楚家庄的楚玄丰 不是什么大士 紫薇道长嘖嘖称奇 语出惊人 您是人 楚玄丰怒了 说道 你一个修道之人 是人是鬼都分不清吗 你有多久没有照镜子了 我修炼的方术不能照镜子 已有数年 楚玄丰答道 明白了 施主请随我来 紫薇道长带着他走进了一处山洞 穿越过去 里面竟别有洞天 一连瀑布就在眼前 紫薇道长点亮了洞内所有火把 忽然 楚玄丰的眼前出现了一个夜场 只见他面目猙獰 双额升觉 耳尖塞尖 头上 肩上都有恐怖的鼓拉突出 楚玄丰背下了一跳 他连忙往左边跑去 可奇怪的是 夜叉也被吓了一跳 也往左边跑去 楚玄丰见状 连忙该往右边跑 那夜叉的想法竟与他不谋而合 也该往右边跑 楚玄丰退后 那夜叉也退后 见此 他才放下心来 问道 道长 这是个什么怪物 紫薇道长苦笑道 这便是施主你啊 什么 楚玄丰连忙摸向自己的前额和肩膀 发现并没有鸡脚和骨刺 他才松了一口气 这个山洞水汽弥漫 是我沿袭多年打造的圣井之地 紫薇道长说罢 便站到楚玄丰身旁 那夜叉身旁居然多出了一个一模一样的紫薇道长 楚玄丰这才明白过来 为什么道长说夜叉是自己 他慌恐地问道 那我怎么没有摸到鸡脚骨刺 我也不清楚你身上发生了什么事 但夜叉是我一生最恐惧的事物 我猜想 你会具象化别人的深层恐惧 紫薇道长说道 楚玄丰一下子全明白过来了 为什么无辞当年 只是带着自己去见人 一句话不说 对方全都吓坏了 楚玄丰问道 道长 我还有救吗 此方术我闻所未闻 亦不知道解法 只能去问你的师父 楚玄丰气愤地说道 他如果肯救我 为何要将我变成这个样子 紫薇道长说道 这个频道说不准 不过我已经看出你的气血僵枯 同怕时日无多 可为什么我觉得自己体力充沛 那是用晶元气血代偿 你的体力越好 能活的日子就越少 楚玄丰见道长也无能为力 打算抱着孩子下山 紫薇道长拿出几道符纸递给他 说道 这是我的镇山之宝 万宗灭神符 你戴上吧 看他能不能帮到你 无辞看到楚玄丰回家 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楚玄丰洋装无事 说自己只是想出去透透气 但是路上一个人也没碰到 夜里 楚玄丰趁无辞熟睡 悄悄拿出一把匕首 抵住他的脖子 此时 他怀中的灭神符 竟然飞了出来 缠在匕首的刀刃上面 无辞被弄醒 他惊恐地看着楚玄丰 楚玄丰说道 我已经知道 自己会幻化成别人最恐惧的怪物了 你到底怎么弄的 快告诉我 无辞见再也瞒不住 平静地说道 当年 我家到中落 一群家丁拿不到工钱 轮番玷污了我 我本来打算一死了之 就在我挂好白铃之际 一个没有双手的瞎眼尼姑 进了我家 他救下我 并教会我混沌方术 楚玄丰 握紧匕首 打算听他说完便将结果了他 无辞见他肯听自己解释 便放慢语速说道 只是混沌方术损人不利己 只有特定的人言习才不会落入腰 贫 孤 残的困境 师父就是落入残境 才失去双目双手 当年你说自己百无一用 其实你这种人的根气是最好的 你在尘世一无所事 便是上天要你修行的神职 可惜你迟迟没有觉醒 看到你的那一刻 我便知道你是修炼混沌行者的绝佳容器 不会被反噬 还能放大法力 楚玄丰又问道 我是不是每天都会变成不同的样子 无辞说道 你每见一个人 就会变成他们内心最恐惧的事物 我的表哥陈子龙 他年轻时曾上过战场 他有一个残暴至极的将军 没有军粮食 他下令直接吃掉弱小的士兵 听表哥说 战死的士兵还没有被吃得多 见到表哥时 你就是幻化成那死去的残暴将军 叔父吴思华 在年轻的时候 他曾抛弃弃子 梁母子既没有生计又无家可归 最后双双投河自尽 见他时 你就幻化成那对死去的母子 舅父尹叔学 他曾经为了他爹的一个小妾 亲手是父 你则幻化成了他的爹爹 楚玄丰问道 你说我的根器好 修炼混沌行者也不会损伤自己 可紫薇道长说我活不长了啊 吴慈生气道 胡说 那老道一定是寄予你的修炼成果 故意离间你我 如果我想你死 为什么要嫁给你 为你生下两个小孩 我和你同床共寝三年多 为什么不趁你熟睡时将你杀死呢 你可知道 在我眼里 你一直都是玷污过我的家丁的模样 即便我依然舍不得离开你 听到这里 楚玄丰迟疑了 吴慈温柔地抚摸着他的脸 说道 我早说过了 你是最适合修行的人 那老道一定是想霸占你的身子 他想一花结木 借你的身体来修行 你现在身强力壮 怎会是游进灯窟之人呢 楚玄丰缓缓地放下了 抵在吴慈搏梗处的匕首 吴慈趁其松懈 反手抢过匕首 捅向他的心窝 灭神符见血急爆 楚玄丰瞬间灰飞烟灭 吴慈悠悠地说道 没有紫薇老道的神符 还真杀不掉你这个恐惧魔王 一日 吴慈雇了大批陆林好汉 一起前往武泰山 用独剑远远地将紫薇老道射杀 此后再也没有人知道他的秘密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